今天是农历腊月初八 在东北流传着 腊漆腊八冻掉下巴的说法 也就是说 现在到了一年当中 东北最寒冷的季节 不过天气虽然冷 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热情 却越发高涨 浓浓的年味点燃了冰天雪地 俗话说 过了腊八就是年 在辽宁省沈阳市 节日气氛已经十分浓郁 市民们聚在一起 制作腊八蒜 品尝腊八粥 东北的传统说 腊七腊八冻掉下巴 吃一些粘的东西 就把下巴给粘住了 在这个花灯的氛围下 更加感受到新年的喜庆 然后吃到了粘豆包 非常期待新年的到来 在浑南区棋盘山景区 70多组每轮美奂的 各类大型超大型灯组 已经点亮 腊八节当天 2023中国沈阳迎春灯会 正式启目 灯会将持续61天 横跨新年春节两大节日 布展面积21万平方米的 各类花灯 将兔年迎新主题 演绎的喜庆吉祥 市民可看到 南北彩灯同场静放 在冰天雪地中祝福新年 造成广炎市民考入 2023年 建议